忍者大盗在雨夜当中呢 就闯了大卖场 轻易的就到走了400万元的珠宝 而且警铃完全没有响哦 我们回到了这一家大卖场 结果发现呢 歹徒应该是对地形非常的熟悉 他刻意就避开保全系统集中的这个出入口 被挖开的外墙呢 就在停车场旁边 周边呢全部都是私人空地啊 人非常的少 而且他所使用的破坏工具啊 你到这个水电行去花150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只要有点小技巧啊 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击碎玻璃 手法非常的专业 中心中的尖端溢压 玻璃硬森碎裂成好几块 这就是歹徒夜床卖场行前拿的工具 在房间的水电行只要花150块就买得到 而且不止玻璃钻得破 坚硬的铁块跟木块 一样轻轻压上就能钻出好几个声孔 很久之前就有人用在于玻璃 因为敲碎有声音嘛 那点的话就是四个点它就可以击破了 双嘴破坏外墙 利用中心冲尖端破坏玻璃柜 花了一个半小时轻松倒走 价值四百万人的珠宝 就是利用中心冲只要失以小力 就能形成强大压力的特性 工具跟手法都十分专业 这原本是定点 我们是定点 它可以钻洞 玻璃的话它 你如果用下去的话 它就是会有裂 它就很容易就给它用出来 除了工具 实际回到早前的分店发现 被挖开的外墙就在停车场边 周边全市私人空地 人员稀少 可见歹徒熟悉地形 不但利用于是做掩护 还可以避开保全系统集中的出入口 从外墙到珠宝柜 双贼轻松连破两个防盗关卡 收法专业毫无破绽 警方已经锁定坐安车辆 以车追人权力骑凶 追选林正宜黄佩如 高雄报道